嗨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这一个Slandermil 这个Slandermil呢 为什么它这样特别 最近我爱上了它 几乎每一天 没有啦 也没有到每一天 是每一个礼拜会有两天 都会用这一个Slandermil 成为我的早餐 或者是太过赶时间的时候 成为我的晚餐 为什么今天特别选择这一个Slandermil呢 因为我最近发现到它里面的ingredients 非常的好 非常的特别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呢 都是属于非常超速的 每一天早上起来 应该是来不及准备早餐的啦 就要带孩子去上课 然后就上班 然后就吃午餐 然后又上班 然后就等放工 放工又塞车 塞车回去 就晚餐 所以有多少的人 每一天都有时间很充裕的 去准备早餐、午餐、晚餐 大多数都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为什么有这个Slandermil 这个Slandermil呢 就是设计给很多 时间非常的繁忙的人呢 但是却有时间 去吃这个 得到均衡的营养的 这一个Slandermil 所以如果其实我们长期的 这个饮食不规律的话呢 我们其实会很容易 暴食暴饮 或者是很容易有肥胖 因为吃不定食嘛 然后就很容易有三高问题啊 然后很容易疲劳啊 甚至 情绪或者是那个工作效率 都不太好了 所以这个Slandermil呢 是一个解决我们均衡营养 却能够平衡我们的每一天的能量 又能够融入我们生活的一个营养代产了 然后这个Slandermil呢 里面有25种的这个全骨类 还有10g的这一个植物蛋白 还有21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还有5g的这个纤维 所以这一个简单的这个Slandermil呢 就能够解决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这个营养了 OK 里面有这一个25种的全骨类吗 我本身齁 真的 我不太喜欢喝牛奶 不太喜欢喝麦片的人来的 我会觉得很哽哩的 一直以来都是 但是我喝到这个呢 因为本身里面还有那个恰细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很好喝 然后很Smooth 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 过后 OK 里面有这一个25种的这一个全骨类呢 就是提供我们这个均衡营养的 其中我就跟大家分享某一些啦 然后糙米呢是最直接的咯 糙米里面就能够直接的改善我们的这个肠道肠胃的功能 然后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是 增加这个有育菌 然后里面还有藜麦和蕎麦 这两个呢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一个披胀 和这一个肠胃的这个功能 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呢 这Slander Mew呢 最明显看到的是什么呢 改善水肿的问题 因为如果披胀不好的人哦 很容易水肿了 然后披胀呢其实是造血的嘛 这样造血是把好和不好的呢 可能是就分布去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肾脏嘛 然后不好的就排出来咯 好的又在用在我们的身体在用过咯 所以很多人的很多人都讲 熬夜的人哦 其实是肝脏不是很好的 其实如果肝脏不是很好的人啊 脾胀就肯定不好 因为这是先脾胀先工作才去到肝脏了嘛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整个的formula呢都非常的特别的 然后里面哦 还有这个果纳 还有这个千石茯苓 这一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内脏的 特别是肾脏 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披胀 然后里面有一个是我很喜欢的 其实就是这个CHA C 因为CHA C本身呢 其实是现在全股类的食物的这个No.1啊 然后它的抗氧化剂非常的高 然后CHA C本身CHA呢 其实是在这个古马牙语里面 就代表着力量的意思 然后这个CHA C呢 能够直接的保护我们的这一个肝脏 然后在我们再吃这一个Centermil的时候 就是它的那个味道 因为有这个CHA C 所以变得更加的Smooth 更加的好喝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的 然后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银杏 银杏可以帮我们补脑啊醒神啊 因为其实食欲不好的人 就是很容易脾气不好 或者是也很容易累 然后反应也会比较缓慢的 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够照顾到啦 试试我们的这一个三餐的话呢 就肯定就帮我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哦 所以里面呢还有这一个植物蛋白 植物蛋白质呢 是增加我们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好帮手 因为如果我们的这个植物蛋白好的话 其实我们燃烧脂肪的功能就变得很好的 所以没有不需要特别的去瘦身 但是呢只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这个蛋白 我们就能够达到瘦身的效果 还可以增加饱足感 还可以燃烧我们身体的脂肪 是不是很好 如果有一些人讲说 诶这样啊可不可以吃你的Sandermil瘦身 嗯如果你要急速的瘦身 吃Sandermil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呢吃Sandermil呢 却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渐进的慢慢的进入每一天所需要的营养 然后达到饱足感 让我们每一天摄取需要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那种 啊就是食欲很想要贪吃啊 啊所以就能够慢慢的达到这个健康 和瘦身的这个效果了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素食者 所以吼我对我来讲啦 是不是因为如果吃素的人呢 要全方位得到营养的话 他比较不容易的 那Sandermil里面呢 就有这一个足够的营养供应给我们哦 然后当然里面还有这个纤维 帮助清肠排毒非常的好 能够帮我们做这个肠胃啊 一吃老婆是帮助我们的肠胃啊 五脏六腑啊做massage啊 所以做massage的话呢 就不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内脏嘛 然后我们的身体就自然而然的去工作哦 所以不会造成依赖啦 然后再来里面有21种的这个维生素 和矿物质这一些都帮助我们的这个新存在代谢更好 帮助我们的吸收营养的那个能力更好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维他命A维他命D维生素E 维生素C维生素B 1,2,3,5,6 好多啊 维生素B12是出现血细胞的咯 其实吃素的人很难会有这个维他命B12的 因为大多数的维他命B12都是从这个动物的肝脏射去的 但是吃slendermil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咯 然后里面还有叶酸等等啊 OK 然后最重要呢 这个slendermil呢 为什么我们讲可以能量平衡 因为呢它是一个这个第一升糖指数的这一个 每一天可以intake的这一个食物来的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有效的做这个体重管理 而且可以让我们持续性和平衡哦 我们的那一个每一天的那个能量 很多人很多时候啦我们吃饱了过后 就是我们以为吃饱了过几个小时 我们就觉得很累 因为所有的能量都需要肚子里面帮助我们做工嘛 因为因为它是一种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属于高升糖的 这个呢是低升糖的 所以能够让我们稳定性的持久性的 是去做到消化去做到那个内脏的那个工作 然后我们身体又不觉得累 然后我们可以能够每一天都抱着能量 或者每一天哦 所以一个简单的这一个slendermil呢 里面有133卡路里 然后有25种的这个全骨类 有10g的这个植物蛋白 有21种的这一个维生素和矿物质 解决我们每一天的这一个 啊这个什么不足 营养不足的那一个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很赶 所以每一天都需要吃三餐 其实呢要去调节体重的人哦 每一天要吃午餐 我们讲少吃多餐嘛 不是午餐大大餐啊 是午餐简单的 所以呢 这一个这个方式很适合什么 调啊就是调节体重的人啊 过重啊过胖啊 或是生活很紧凑的 然后又很想提升自己的那个focus的话 其实这3nermil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ok其实呢要怎样吃啊 等下我跟大家讲 然后我们每一天呢 其实应该要怎样吃呢 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我们的双手一样 我们吃的分量啊 啊就好像我们的双手一样 因为我们的双手跟着我们的身体的大小了嘛 所以如果吃菜就这么多 你可以这么多两只手 这样如果吃Carbon呢 就是淡水花糊 差不多是一个拳头的这一个 这一个分量 就等于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 如果吃肉呢 有吃肉的朋友呢 就是你的一个手这样小嘛 那个肉在你的掌心之内 不是贴到高高哦 是一片而已啊 在里面就是每一餐 你所能够摄取的这一个脂肪 和这一个 然后呢 如果是水果呢 也是大概是一个手 一个手叫一粒苹果啊 一个香蕉啊 然后果子或者一个 这个 orange啊 所以它都是以我们的手 就可以去测量 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 所以如果我们跟着我们的手去测量 我们的我们每一餐所摄取的 大概我们所摄取的 大概在300 的这一个卡路里之间 再加上Slander Milk的配合 每一天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个卡路里呢 大概是1000到1200左右 所以跟着这样子的这个节奏 和这个饮食机关呢 肯定的 你就能够达到一个健康 又能够维持自己的这个体重的这个水平了 所以这个Slander Milk呢 是非常非常的好喝 也非常的简单 所以等一下呢 我就教大家讲喝 你们想要喝 啊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就泡给大家喝 泡给大家喝 你们要约我的时间来我的家 我就可以泡给你喝 哈 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 大概是这样子的200到250的ml的水 然后就很简单的啦 所以每一天 然后放进去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解决 我不是告诉你们三餐哦 吃Slander Milk哦 不是哦 而是 这一个呢 能够解决我们可能一餐啊 还是两餐啊 赶时间的时候啊 基本上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个人都赶时间了 所以放进去 所以用温水 用温水泡当然是最好啦 因为可以帮助暖我们的胃啊 是比较好的 然后有一些朋友 哇 比较喜欢喝冷 可不可以喝冷啊 可以夹一些冰块咯 不过但是不要每一次都用冷啊 就这样简单 它就容易融了啦 看到吗 好像喝Soya这样 好像喝Soya bean这样 嗯 有点水 所以可能要放少一点水 就浓度的话 看自己的口味去调节啦 所以我自己大概是在250 所以今天放了多一点啊 这个是300 300啦 250大概是这边咯 少一点点 OK 所以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 身体健康 然后开开心心迎接每一天的这一个生活